他是扎多尔最霸气的监狱长 刚入狱的孙奕臣已经吓得不敢直视 他本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 被派到扎多尔这个小国家出差 在他给秘书安排工作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话筒里传来的求救声 孙奕臣前去营救 却反被歹徒打晕 等他醒来时 秘书已经全身冰冷 他被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 在这个犯罪率全球领先的国家 法官不会给任何人辩护的机会 直接把孙奕臣扔进了当地最乱的监狱里 他会让我的报道 独立了 无论 肥把 独立了 进监狱的第一步 要先烧掉自己的衣服 一名狱警看上了孙奕臣的结婚戒指 幸亏这里的牢头也是名华人 他救下了被揍的孙奕臣 更是好心提醒他 所有犯人经过了冷水浴 然后拍打上消毒粉末 被带到了监狱长的面前 这位是我们的浴长 你们到这里 就要对他绝对服从 我的要求很简单 听我的话 不要顶嘴 这霸气的一面 吓住了所有犯人 之后 他们被分到了各自的牢房 孙奕臣被分配到了一间华人舱 黄光亮饰饮的司徒 依然是这里的老大 想找床位 要钱买的 有位置就先蹲着吧 牢头刚刚走 一个犯人就看上了他的鞋子 怪不得牢头刚刚提醒他不要后悔 司徒看着这一切并没有阻止 只是一个叫五仔的小子叫住了他 他是这里的白小生 只要有钱就没有他搞不到的东西 还很好心的给了孙奕臣一双拖鞋 可下一秒 不用客气 要钱的 可以先记账 你记得叫家里人转账到这个账户 当天晚上就有另一伙人来教育新学生了 孙奕臣被拖进了厕所 此时他要做的就是拼命反抗 尽可能的制造动静 果然牢房的司徒被吵醒了 去看看他了 来 阿三快进来 出零点 小弟第一时间叫来了狱警 你想干嘛 把他扶起来 帮忙 水饭房就是只有水没有饭 能不能撑得过去 全靠个人体制 孙奕臣凭借强大的意志 靠下水道的污水成功活了下来 中途好心的牢头还给他送来饭菜 十天后 孙奕臣活着走了出来 厉害啊 放饭 放饭 放饭啊 不用排队了 孙奕臣是个很聪明的人 经过这件事后 他明白 要想在这座监狱生存下去 有钱才是硬道理 他让家里人尽可能的会钱 因为在这里 烟可以换取一切想要的东西 况且五载就是这里最大的经销商 律师说什么时候可以上诉啊 律师说我们上诉的可能性 很低 妻子的回答让孙奕臣意识到 在这里 靠别人永远不如靠自己 我自己研究这里的法律 我帮自己上诉 我为自己辩护 我一定能出去 晚上 孙奕臣找到五载 帮我找这些书回来 要找齐啊 行 包我身上 从此 孙奕臣从零开始 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法律 只想为自己辩护 我要写到司法部 和记者见到我为止 你见不到的 这天 肥雪正在给司徒 汇报外面的生意 然后拿出了一堆文件 让老大签字 我全都做了标记的 你签就行了 司徒也留了个心眼 放着吧 下次来拿 回等消息吧 明白 孙奕臣在外面 可是有着硕士学位 司徒也看到了 这个书呆子的拼尽 他主动找到了孙奕臣 帮我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 能不能签 是银行授权同意书 只要你签了名 代理人就能自由 调动你账户的钱 孙奕臣的专业 获得了司徒的认可 也间接保护了 他在外面的财产 有了司徒的保护 从此在监狱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 牢头最近 也在报考法律学院 孙奕臣为他 解答了很多难题 我看到你在跟我 读同一本书 有些地方我不明白 想问问你 两人一来二去 也成为了好朋友 这天话问池突然破裂 监狱长派司徒的牢房 去维修管道 那怎么能每次都是我们华人藏干吧 我故意的怎么样 此时一名当地的囚犯 表达了不满 换来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这下司徒等人再无任何怨言 由于长时间 在这种恶臭的环境下工作 很多人都染上了祸乱 就连监狱长也中了招 此时就凸显出了念书的重要性 孙奕臣根据书本的知识 熬了一锅汤药 监狱长喝下后 果然第二天就变得生龙活虎 孙奕臣更是用同样的方法 救下了牢房的同胞 也因此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监狱长看到这个人才后 起了贪婪之心 面对监狱长强势的施压 孙奕臣只能硬着头皮 接下了这个工作 我要电脑写计划书 没问题 还有什么要求 此时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 司法部给你寄信了 谢谢 信上提到 只要孙奕臣提交出新的证据 就可以被无罪释放 妻子的及时到来 让孙奕臣很兴奋 法庭允许我上诉了 不过一定要找到新的证据 你帮我去案发的酒店 看看有没有监控 令她没想到的是 妻子竟然在这时提出了离婚 我一个女人 真踏不住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找凶手 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一刻被打碎 孙奕臣并没有为难妻子 可这也让她失去了 唯一出去的机会 都说患难见真情 但原来还有一句 落难见人心 这个没签呢 是不是漏了 你跟了我多久 以后我的事你不用管了 我这辈子都在这做 那好啊 那大哥你慢慢做 另一边的司徒 发现肥水的一心后 决定做些什么 每天我们修的那条管道 通到哪啊 八分纸呗 那旁边那条呢 雨水管呗 没错 她想要越狱 孙奕臣监管的工厂 很快就要开工 大家都踊跃报名 至少可以挣生活费 可一向积极的五载 却选择了拒绝 今天干嘛不报名 做那些打工仔的活干什么 再说吧 这让孙奕臣察觉出一丝异常 第二天 借着晒衣服的机会 孙奕臣从她腰间 摸到一块铁片 你想干嘛 少管闲事吧 此时司徒找了过来 孙奕臣虽然很想出去 但她还没有陶玉的胆 这是陶玉 被抓住我们就死定了 不好意思 司徒哥 这忙我帮不了 面对孙奕臣的拒绝 司徒哥很生气 只给他几天的时间考虑 五载也在这时 说出了自己陶玉的理由 我孩子还没出生 我爸再不出去的话 我女朋友会堕胎 虽然孙奕臣表面上拒绝了几人 但在第二天做工时 还是将机器的声音 开到了最大 司徒几人利用维修的便捷 偷偷施工 什么声音那么吵 工厂在干活吗 昨天晚上那地方不错 干嘛呢 不料牢头突然走了过来 他们过来 快点快点 他们来了 快点快点 快点啊 干嘛呢 干活啊 你以为这么容易的吗 我知道大家很辛苦 能不能再快点 几人有惊无险的躲过了一劫 你知不知道狱长 他每天都追着我问进度啊 他们再次找到了孙奕臣 几人想通过通风口下到粪管里 再从事先挖好的缺口转入水管 再从水管离开 可通风口的位置就在孙奕臣的工厂里 他们希望孙奕臣帮忙配合 给几人打掩护离开 太危险了 不能这么堵的 让你做 你做就行了 就在孙奕臣左右为难时 司法部再次给他寄来了信 法庭说你没提出新的证据 就撤销你的上诉 现在别想那么多 先做好工程的事吧 这封信犹如一盏明灯 让孙奕臣瞬间找明了方向 也许出去了才能自证清白 在这里可能永远无法翻案 当天晚上 他们做了一个烟雾弹 触发了警报 别动了 过去 老实点 过去 走开 快点 老实点 老实点火了 快走啊 快点走 快点走 一个一个有事情 走 快点 快点 这边这边这边 哥哥上 后面的 还有没有人 还有没有人 走 快点走 在狱警清点人数的时候 彪哥四人从通风馆爬了出去 这里直接通向了化粪池 只要砸开这最后一道门锁 就可以顺着管道 逃之夭夭 可老头却在这时 发现了他们制造的烟雾弹 也意识到了 有人在越狱 再寻一遍 一个都不能漏 点清楚人数 明白 什么情况 没有着火 是有人 在杂物房 放烟雾弹 老某深算的监狱长 很快联想到了 唯一的可能性 司徒四人的消失 再加上前段时间的维修管道 只有他们有动机 逃离监狱 劳头迅速来到了化粪池的入口 几个人果然还在下面 撬着缸门 本以为一切就要这么结束了 没想到 孙奕辰一个人拖住了狱警 被一耽误 缸门也被撬开 其他三人都跳了下去 只有孙奕辰被抓了起来 玉警把孙奕辰丢进了水饭房 可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狱长则带着手下去抓捕其余三人 他怎么都想不通 想要在粪坑里爬五公里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停车 那条破了的管道 旁边是什么管道 是雨水管道 马上去最近的雨水管道出入口 等监狱长一群人来到出口的时候 司徒三人还在拼命地爬行 快快 有光了 有光了 快到了 可他们刚出洞口 还没来得及高兴 监狱长就发现了他们 别跑 站住 快点跑 站住 站住 快点跑 站住 快点跑 这边 别跑 这边 抓住他们 别跑 这边 快走 大哥 快点 我来抓住他们 你抓他们 快点 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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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跑不跑 不跑了 跑不跑 不跑了 只有五载桂立求饶躲过了一劫 就在这时 谁都没想到 被关在水饭房的孙艺辰 竟然凭空消失了 怎么不见了 哪去了 明明锁住了 真是见鬼 孙艺辰换上一身衣服 企图大摇大摆的走出监狱 其实 在他老婆提出离婚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失去了上诉的机会 从那一刻起 孙艺辰就暗暗盯上了一个商人 此人是和监狱长做买卖的常客 在监狱里 人人对他都很尊敬 可他却一直戴着一顶帽子 并没有人看清过他的容貌 孙艺辰利用工作时间 偷偷制作了他的身份证明 然后靠记忆画出预警腰间的钥匙 打磨后 终于打开了水饭房的铁门 再用梁帽制造出一顶草帽 伪装成商人的所有细节 他把这些东西提前丢进了水饭房 因为孙艺辰很清楚 从下水道逃出去 有五公里的长度 怎么可能跑得过狱长的车子 而司徒几人的越狱 恰巧成为了他的保护伞 在监狱长和大批狱警去捉拿几人的时候 孙艺辰利用商人的身份 顺利地走出了监狱 出去后的孙艺辰也没闲着 司徒在临死前告知了五仔藏前的位置 以及肥血贩毒的证据 孙艺辰给五仔的女友留了一大笔钱 又把肥血贩毒证据交给了警察 肥血这个白眼狼被抓 地下的司徒也该安息了 孙艺辰通过监控查到了真正杀害秘书的凶手 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拿到律师资格证的牢头 为什么要找我 在这我只能相信你 同时他也备份了监狱长贪污公款的证据 等我好消息 谢谢 一个月后孙艺辰再次回到了监狱 明明都跑出去了干嘛还要回来 证据找到了 我自首就是要光明正大出去 三年之后孙艺辰终于洗刷冤屈 历时五年零三个月 终于司法申诉成功 宣判无罪释放 光明正大的走出了监狱 坚持才会有希望 男人走进一家清凉的房间 沙发的女人开始搔手弄姿 吸引他的注意 马仔看着男人没有说话 他觉得对方不像是来这种地方的人 此时老板长矛从外面走了进来 热情了给男人介绍 突然一个女人出来送客 男人眼睛都看直了 马仔瞄懂 150块一个钟 拿好用品 男人跟着女人进了房间 就上个礼了 你呢 打开手机音乐 先来一段舞蹈当开胃咸菜 差不多时 女人主动靠近男人开始工作 而男人则悄悄地掏出了针管 一针下去 女人没了动静 男人是一名医生 他将香格里拉带回了自己的诊所 很快便取下他一个腰子 就在他缝合伤口时 对讲机里传来声音 医生赶紧冲向另一个房间 女儿虚弱地躺在椅子上 他赶紧安慰女儿 爹地找出了一个结合 我姐姐 她会给你带肌尼 你睡吧 爹地带你 安慰完女儿后 就在她准备继续缝合伤口时 这是刚刚上映的新加坡电影《牙龙》 牙龙大家都知道 是新加坡的一条商业街 庙宇多 会馆多 美食多 更以其内五光十色的红灯区文明 五个来自不同阶层互不认识的人 各自为情 为权 为力 上演了一串阴差阳错的追逐与杀戮 命运交织 没有黑白对错 只有利益之争 退休的警察为了当选国会议员 来到牙龙走访拉票 正好被带着员工吃饭的长矛看到 什么是MP啊 他是这里的警察 听说他辞职了 看你那想参加下一次大选 由于最近经济不景气 新加坡也在经历消费降级 会所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差 长矛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 我是Project Angel的负责人 如果你们被欺负 还是遇到什么问题 或许可以帮到你 他是议员的妻子 也是一名律师 致力于帮助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 然而他的这种行为 却引起议员的不满 认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大选 两人一直吵到回家 其实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实际上议员喜欢外面的女人 而律师跟他一样也喜欢女人 这天香格里拉突然找到长矛 告诉他自己和律师在一起了 他想找长矛合作 找机会拍下两人的亲密视频 敲诈议员 但他又担心长矛拿到这笔钱后会独吞 于是紧急找了一个男朋友香烟仔 看着窗外的美景 香格里拉很感动 香烟仔直接拜倒在他的石榴群下 答应配合香格里拉的敲诈行动 按照他的要求 埋伏在指定地点 殊不知 香格里拉坐上律师的车这一幕 正好被下班的同事看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也打了一辆低事跟了上去 他将两人优惠的画面拍了下来 而同样在拍摄视频的香烟仔 无意间发现了同事的存在 为了事情不被暴露出去 他举起了石头 等完成了任务回到香格里拉身边时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把U盘交给了对方 他们原计划等到大选开始的前一天 再用视频威胁对方 这样可以敲诈到更多的赎金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长矛在这天晚上出了事情 在他打电话的时候 高丽黛追债追到了他家里 长矛以为爱顿打就过去了 谁知患有老年痴呆的爸爸 却在背后给了他一刀 走投无路之下 他只好先把尸体装进后备箱 两人来到垃圾场 可捡垃圾的婆婆始终不走 丢弃尸体的计划也只好放置到一边 他打电话给马仔 如今敲诈议员的事情也只好提前进行 他瞒着香格里拉给律师发去信息 开口就要十万块 还附带香烟仔提前拍好的视频 律师担心和香格里拉的事情被议员发现 趁着议员洗澡的时候 悄悄拿走了十万块钱 律师待着钱独自来到约定地点 打开储物柜将钱放了进去 但他留了一个心眼 假装离开又折返回去 正好拍到长矛拿到钱出来的画面 然后跟踪他来到车前 谁知突然出现一个蒙面男子抢走了钱 长矛顾不上父亲追了上去 趁着这个功夫 律师来到车前 他拿走了父亲的电话 然后打开后备箱 看到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他打开一看 律师壮着胆子拍下了尸体照片 另一边的长矛还是跟丢了香烟仔 原来香烟仔担心女友安全 在门口接女友下班时 恰好看到长矛单独离开 他担心女友被长矛欺骗 于是跟了上去 果然看见长矛想要独吞赎金 所以出手将钱全部抢走 长矛也认出 此人是香格里拉新交的男朋友 马仔来到房间才发现 香格里拉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已经被片头那个医生抓走了 之前长矛带着小妹们 去他诊所体检 偶然间 他发现香格里拉的血型 跟女儿完美适配 这才发生了片头的一幕 长矛回到停车的地方 发现车子和爸爸都不见了 在他寻找老爸的时候 律师的电话打了过来 见长矛不配合 律师直接把他后备箱 尸体的照片发了过去 长矛无奈只能丢下手机离开 长矛来到24项 果然找到了老爸 香格里拉再将医生刺伤后 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医生只好先将香格里拉绑起来 再去病人家里出诊 与此同时 香烟仔拿着钱来到店里 打算带香格里拉远走高飞 可香格里拉并不在这里 就在这时 他接到香格里拉发来的视频电话 根据视频里的样子 他开始四处寻找女友的位置 挂断电话的香格里拉 转身又把电话打给了律师 发生什么事 香格里拉直接把定位发了过去 此时医生突然回来 再次拿起了手术刀 不然香烟仔出现打晕了医生 临走时还顺便带走了装有肾脏的书包 准备带香格里拉去医院治疗 可没想到 刚一走出诊所 香格里拉其实根本不想和任何人分享 她要拿走所有赎金 此时律师也根据定位来到目的地 香格里拉的算盘打得很响 她摆脱了知情的长毛和香烟仔 然后让不知情的律师带自己离开 可她千算万算 没算到律师已经拿走了长毛的手机 此时长毛用马仔的电话发来短信 香格里拉惊恐地呆住了 这些口口深深说爱我的人 是为啥爱我 知道香格里拉只是在利用自己 律师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绝望之下 她将香格里拉推下了车 准备开车撞死对方 香格里拉这才逃过一劫 可此时虚弱的香格里拉 已经不在乎那笔钱了 长毛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 醒来的医生 根据书包里女儿的手机定位 开始前往定位的位置 当律师刚刚发现车里多了一个书包时 医生也在这时赶到 争抢中 书包掉落在马路上 看着书包里已经散落的肾脏 医生陷入了绝望 他把律师带回了诊所 这才发现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打电话的正是长毛 长毛很快带着昏迷的香格里拉来到诊所 无意中 他捡到了香格里拉的手机 这才知道了他想要敲诈的原因 医生趁长毛分神时 想要杀他灭口 两人纠缠在一起 最终长毛失去了抵抗力 此时香烟仔麻醉药失效也冲了进来 医生见自己的肾脏员受到威胁 冲过来跟香烟仔打了起来 两人打斗时撞开了里面的房间 医生这才发现 女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他已经顾不得身后的情况 香烟仔随后想杀了香格里拉切愤 没曾想长毛还没死透 甚至还有力气 亲手杀死抢走自己赎金的男人 而长毛和香格里拉 也都因为失血过多倒在了地上 诊所里只剩下律师还能正常行动 他拿走了有视频的手机 打开门天已经大亮 离留之际 香格里拉的脑海里 还是和男友香烟仔的美好画面 只是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长毛的爸爸打来电话 喊他一起吃豆花 可长毛已经没有力气说话 回到家的律师也发现 那个装钱的袋子 竟然出现在了客厅里 原来议员早已知道了一切 安排人将钱拿了回来 那他肯定也已经知道律师和香格里拉的关系 有把柄在议员手里 他的生活将比以往更加悲惨 生不如死 牙龙有一个逻辑设计特别牛 且完美闭环的故事 但不知道是导演还是剪辑师的奇思妙想 把他的画面剪辑得稀碎 你自己去看这部电影的话 可能完全看不懂 如果他能够按照剧本沙那种人物视角 而不是时间倒序的方式 相信他的评价会更高 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便便车 否则 桥上的公交车摇摇欲坠 车上的乘客们必须尽快自救 随着车尾的人被一个个救出 驾驶室里昏迷的司机危在旦夕 这时有人挺身而出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心人 竟然是一个名叫世出的黑帮老大 这天他受雇要处理老商户的拆迁问题 自然就和对方请来的律师素贤 发生了冲突 商户们则介事怒斥世出 是黑心的黑帮 然而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化解 世出还被素贤赏了一个大笔灯 在一声声责骂中 世出竟然就这么一见钟情了 还破天荒的带走了自己的这帮小弟 素贤越是在后面骂 世出就越是身陷其中 此后的三个月里 世出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暴力 而是易改原来的做派 甚至还请那些示威的人吃饭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怕素贤饿着 但素贤并没有领情 反而让他要变就变得彻底一点 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当晚世出就决定卖掉夜总会 转行做正经生意 并很快找到了学习的榜样 小弟说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一脸憨厚的老黄 在即将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 他是能打败现任议员催满秀最有力的人选 作为理事长的老黄 开了一家汤饭店 专门给贫穷的老人提供食物 直到饭店打烊 世出才等到老黄从厨房里出来 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 就看到素贤和一帮记者进来 原来他们是来游说老黄 去竞选国会议员的 显然老黄并不愿意夺门而出 切而不舍的世出和素贤 一路追了十里地 终于在一个孤寡老人家停了下来 老黄和素贤经常帮助这个老人收拾屋子 出来乍到的世出 自然也不能让他闲着 忙活了一整天 世出终于可以和老黄坐下来正式聊一聊了 直言想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 像他一样改邪归正 做一个别人眼里的好人 对此老黄不知可否 正说着餐厅里有人闹起了事 服务员小哥由于制止一帮混混抽烟 而遭到对方刁难 然而世出的贸然出手 并未得到老板娘的感谢 毕竟一旦得罪了这些混混 是很容易遭报复的 对他的行为 老黄也并不赞同 另一边 作为宣布参加竞选的现任议员崔满秀 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服务于基层的模样 贝利里其实勾结房地产商 以权谋私收受贿赂 是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之前世出奉命去拆迁的市场 就是崔满秀与房地产商勾结 贿赂相关部门违规拿到的项目 因为世出迟迟没有完成任务 在崔满秀的施压下 法院颁布法令 禁止市场商户们违规阻碍拆迁 违令者罚款50万韩元 崔满秀眼看竞选在即 希望以此方式尽快结束拆迁 因此所有人开始寄希望于老黄 在众人的期待中 厌倦正切的老黄只能答应 并在第二天的时事评论节目中 公布了这一决定 很快 他的支持率就超过了崔满秀 气得崔满秀差点当场暴走 另一边 世出一次次找到老黄 希望他接纳自己 自己一定可以走上正路 但老黄却并没有多少精力理会他 性格豪爽的世出 在这番拉扯中 反倒和素贤一行人打成了一片 但素贤内心却始终没有接纳世出 在他看来 世出就是试图暴力拆迁的黑帮 听闻此言 素贤对世出的形象开始改观 甚至在对方醉酒后的亲吻时 也并没有多反感 很显然 世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 征服了这个跋扈的女人 隔天一早 世出在老黄的家里醒来 在他面前 世出再一次表决心 就这样 老黄安排世出 接手自己的福利餐厅 跟着女儿小黄开始做菜 扎根于餐厅经营之中 尽管世出能忍 他的手下可忍不了 最终罢工扬场而去 世出虽然也很想放弃 但想起当初立下的flag 决定还是继续坚持 甚至连通勤工具 都从私家车换成了公交车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世出第一次坐公交车 就发生意外 事出冒着生命危险 去营救命悬一线的司机 可最终还是随着公交车 一起落入海中 好在世出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本来不想声张 但车内的监控 记录下了他的英勇事迹 记者们很快蜂拥而至 小弟甚至还特地送来新衣服 供他接受采访 就这样 世出成为了本地建议勇为的大英雄 赶来的素贤 看到他安然无恙 顿时放下心来 也让他彻底对这个男人刮目相看 因为这一事件 让老黄的支持率再闯新高 直接与崔满秀拉开了12%的差距 游艇上 崔满秀这边的人也开始慌乱起来 为了彻底扳倒老黄这个竞争对手 崔满秀准备耍阴招 叫来了光春帮的老大赵光春 让他找人除掉老黄这个竞争对手 此人向来和世出不和 当初被世出教训的混混 就是赵光春的亲弟弟 可奈何势力不如世出 赵光春只能拿弟弟撒气 这一次再次因为这个死对头 害得自己这个堂堂帮派老大 公然被催满秀羞辱 赵光春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命人去找几个壮汉 准备对老黄下手 谁知找来的却是三个 一身肥肉的杀手 正说着老黄和肃贤进入视野之中 三个所谓的杀手 艰难下车展开行动 三个杀手很快就被老黄制服 赵光春不得不亲自动手 持刀刺伤了老黄 危急时刻 世出发现了这里的不对劲 虽然世出及时出手救下了二人 但老黄还是因为身中两刀 不得不住院治疗 崔满秀带人假惺惺的送来慰问 其他人则静静的看着他的表演 敢怒不敢言 因为事发地点没有监控和目击者 这起伤人案调查起来也会困难重重 看着崔满秀得意洋洋的模样 世出顿时想到 每次选举时 为他安前马后的赵光春 只身找去了他的办公室 做好心理建设后 赵光春故作镇定地和世出谈话 也矢口否认了昨晚的所作所为 因为三个杀手早已坐飞机逃往了东南亚 世出目前找不到任何线索 只能命人联系找人专业户小马哥 帮他们寻找这三个胖子的下落 部署完毕 世出又回到了医院 当着老黄的面 以动了拳头违背诺言为由 准备自费一只手 谁知老黄不仅制止了他的胡闹 还提出让世出代替自己去参加竞选 这突如其来的唯以重任 让世出有些慌乱 直到肃贤告诉他 自己也和老黄一样 对世出坚持不懈一腔热血的品性十分欣赏 就这样 世出作为武党派加入竞选 可因为他曾是黑帮的身份 很多人都处于观望之中 与其他竞选者热闹的游说现场相比 世出的激情演讲可谓是无人问津 为了帮他 素贤找到有着多次参选经历的卢女士 虽然他每次都落败 且支持率只有3% 但素贤相信 如果得到他的支持 会让那些观望的选民们重新认识世出 因此特意制造了他们俩的偶遇 世出悲谦的姿态 让卢女士对他刮目相看 开始通过自己的人脉和途径 多方未了解他 发现世出果然默默地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思考再三后 决定退出本次选举 全力支持世出 有了他的支持 世出的支持率果然开始飙升 与第一名催买秀的差距 只有不到10% 不仅如此 好消息也接踵而至 小马哥轻松找到了藏在菲律宾的三个壮汉 得知消息的事出 立刻让他将三个家伙带回来 交给警方处理 赵光春听闻此事后大发雷霆 并联系了催满秀 谁知催满秀翻脸不认人 直接就撇清了关系 在面对赵光春同归于尽的威胁时 尽管如此 赵光春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 而为了在这场选举中拔得头筹 老奸巨华的催满秀 决定给世出泼脏水 将偷袭老黄的罪名嫁祸给他 毕竟表面上看过去 世出确实是第一受益人 信以为真的老颂 奉催满秀之命 去和赵光春见面 得知催满秀让他去自首 还要供出世出时 赵光春当时就炸了 却差点害死自己 另一边 就在世出忙于拉飘的同时 崔满秀派人查到 世出在12年前 涉及一场命案的事 苏贤拿着新闻报道 找世出对质 如此恶劣的往事 必然会让所有人的努力功亏一篑 然而 就在世出陷入舆论漩涡的同时 苏贤却突然被赵光春绑架 以他的安全威胁世出 释放那三个被抓的杀手 这要是放在以前 世出绝对会奋不顾身 可如今他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 不能乱来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 崔满秀一脸假笑地迎上来 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大喊冤枉 声称是世出污蔑自己 派人偷袭老黄 崔满秀就是要故意激怒世出 正好借题发挥 大肆呼喊 世出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接二连三的事情 让世出既愤怒又无奈 跑去赵光春的公司时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 12年前被赵光春失手杀死的 正是世出的好兄弟 如今赵光春人间蒸发 世出决定 以他弟弟黄毛为突破口 得知死人好赌 果然在一个赌场 发现了他的踪迹 设计让他输得欠下一屁股债后 逼他去找躲起来的赵光春拿钱 世出则暗中一路尾随 支持他的刑警得知后 却世出不要出面 如今正是选举的关键时刻 他们会帮他抓到人 可世出担心肃贤的安危 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可不仅没有找到肃贤 连赵光春也并不在这里 原来 赵光春把肃贤 关在了码头的一个废弃屋子里 一直努力自救的他 趁着开门的瞬间夺门而出 好在这一幕被上面的世出看到 众人闻声赶来 制止了郑玉打人的世出 肃贤则紧紧抱住他 终于让他冷静了下来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十二年前的命案 与老黄被袭案得以告破 赵光春被捕 世出则顺利洗脱嫌疑 而崔满秀也因勾结黑道 知识率一再下跌 成为了众矢之地 诗书则在历经所有磨难后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再一次站上了演讲台 出则 出则 上青春 参阳 asking 做什么 当年继承意 在将继承意 干了 成员 标准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事初顺利当选国会议员 不仅收获了事业 也收获了爱情 一边喝着闷酒 一边开车的催满秀 则惨遭茶酒下 本想用国会议员的身份 强行过关的他 却遭到交警的一顿嘲讽 你很高兴 你靠近? 快快快快 你自己的好人是吗? 不正确 那有我 我最认为你 你只是不太划算了吗? 不算是不太认 还是不些人吗? 你们一定是没有 我真是有一个人 不太认辽 我真的要不太认 我们要不要 我真的要不要 我真的要不太认 那些事 我真的要不太认 我真是不太认 故事的最后 猖狂一世的崔满秀 在监狱里和赵光春两兄弟重逢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